一场的合宜 虽然有一点点寒冷 但是看见这个阳光 感觉神就在拥抱我们 感觉神就与我们同在 在今天的主日当中 今天是烟花锁定的日子 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不住的赞美 11月份是进入感恩的日子 也是进入所算的日子 这时刻邀请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能够更多的 来到神的面前 神说烦恼苦丹重担的 可以来到那面前来敬拜祂 将祂的重担 将你的重担完全的卸给祂 随着时刻邀请弟兄姐妹 安静你的心安静你的灵 愿上帝来帮助你 圣灵把会师不断地来带领你 我们要向祂献上感恩 也要向祂献上赞美 随着时刻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祈祢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 在这个主日的日子 神你说你要我们休息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你就是神 主啊我们一切力量的全愿 都从你而来 一切力量的更新都从你而来 主啊我的心我的灵要赞美你 我要不出的开口 向你献上感恩以及赞美 主啊在我的心里面 永永远远 要来称谢你 主啊在我的心里面 永留不断的那个赞美 以及喜乐 就从我们心里发出 因为这些都从你而来 主啊我们要谢谢你 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带领 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将自己献上 完全地献给你 让我们徜徉在你的爱里 施不住不住地 向你赞美以及感谢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看见弟兄姐妹 被你的爱所吸引 被你的爱所渴慕 主啊在今天的主日当中 我们要更多更多的仰望你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保慧师 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感谢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宝贵圣灵祈祷 Amen 这时刻也邀请弟兄姐妹 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 不认识从讲道 不认识从敬拜 赞美祷告 读经 我们都可以深刻地与神面对面 更多地经历祂的同在 以及荣耀 然后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为着你自己 也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请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要看见你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上帝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神脱靠你 主啊 再美你的话 就从我的嘴巴来流出 再美你的美词 就从我的心里来发出 主啊 谢谢你 我不再沮丧 我不再忧愁 我不再挂虑 因为耶稣 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用笑脸来帮助你 所爱的儿女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要完全地献上自己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渴慕 我们渴望 主啊 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要欢迎你的圣灵来到 主啊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当中 愿上帝你亲自掌管 从头到尾 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都要求你亲自掌权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当我们一切的忧愁 惯虑 都卸在在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的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啊 让我们能够单单地 来到你的面前 来认识你 来敬畏你 来渴慕你 谢谢耶稣 主啊 我们说 主啊 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主啊 我们要得见你的容颜 我们渴望 我们如此祷告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 宝贵圣明祈祷 阿们 这时刻我们邀请 弟兄姐妹 也为着我们的讲员 来祷告 求上帝来亲自 祝福我们的牧者 让他能够 同感一灵的 从神那里 讲神的话语 从神的那里的亮光 来带领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住的来安慰 造就 更新 帮助弟兄姐妹 我们巴不得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能够听见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同圣开口 为着我们的牧者来祷告 请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您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要在您面前 更多的赞美您 主啊 求您来 而告我们的牧者 主啊 我们要在您面前 来宣告 主啊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都是属于您的 主啊 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主啊 今天圣灵大纳的充满 主啊 您充满我们的牧者 充满每一位会堂的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更多的 更多的来看护您 主啊 谢谢您 主啊 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身心灵 完全的来投靠您 完全的来仰望您 耶稣 谢谢您 主啊 一切的忧求话率 都情都消除 主啊 让我们在您里面 就充满喜乐 充满感恩 充满赞美 谢谢耶稣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的眼睛要来看见 谢谢耶稣 主啊 您就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说话 安慰 来造就 鼓励你的孩子 主啊 谢谢您 我们要说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主啊 我们愿意将自己欣赏 毫无保留的 坦然无惧的 也还到主的面前 谢谢主 赞美主 感谢祷告 封口 耶稣 宝贵 圣灵祈祷 阿们 谢谢耶稣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主耶稣 我们的眼睛要来看见你 主啊 那个喜乐的灵 不断 不断的涌流 那个爱 主啊 我们要向你 完全的来倾诉 毫无保留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的宝血 来遮盖 涂抹我们的过犯 主啊 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 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 主啊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主啊 我们完全的献上 主啊 求你亲自来掌权 你喜悦我们的祷告 你喜悦我们的赞美 喜悦我们的敬拜 在今天的主日当中 我们要完全的献上自己给你 谢谢耶稣 与我们同行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 宝贵圣明祈祷 阿们 我奉靠主的名 开始今天的聚会 好吧 我们一同站立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赞美 我们的神 好 像你的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 你说 好久不见 或者是说 感谢神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主 好 感谢神 哈利路亚 好 主啊 主啊 我要在你面前赞美你 主啊 我要说 你是我们所投靠的 你是我们的阿弗库 阿弗库 你是彼岚库 是我的山洞 你是我的神 是我所以高地 你是彼岚库 是我的山洞 你是我的神 是我所以高地 我是舞台 是我 也是 是的 我不 planning 刚才 你 是 是的 一次 我们身 appetite 是 知道 Sometimes ् sexually 是 那 没 是 用 可是你手牽著我 就像你的心意 總讓我鎮跌到軟弱 你手不離心我 擁抱我 在你的懷裡 耶穌我們要謝謝你 主啊 在詩篇就是一個人說 你是我的平安索 你是我所偷偷的 然後我要投靠在你的禮貌之下 祝我們要更多的更多的來到你的眼前來看你 毫無保留的 哈利利亞 我們要開我們的口 開我們的心門 我們一起來唱 你是平安索 是我的身在 你是我的身 是我所偷偷的 你是平安索 是我的身在 你是我的身 是我所偷偷的 我要轉心來愛你 我要一心跟隨你 無論怎麼可是 你手牽著我 最像你的心意 總讓我鎮跌到軟弱 你手不離心我 我擁抱我 擁抱我 在你的懷裡 像這個詩歌說的 神把你捧在手心上嗎 哈利利亞 你跟神說 你跟神說 謝謝你把我捧在手心上 你擁抱我 在你的懷裡 當我從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好像被神所擁抱 我們毫無保留的來到什麼面前 你跟神說 主耶穌我是需要你 主啊 謝謝你 我不在乎別人的看見 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 當我來到你面前 卻是在與神 哈利安 耶穌我們要謝謝你 主啊 我們要與你在你面前 面對面 哈利利亞 我們一起來 你是冰冷索 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神 是我索的靠地 你是冰冷索 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神 是我索的靠地 我要專心來愛你 我要一直跟隨你 無論早與何時 你手牽著我 我最想你的心 總讓我曾跌到軟弱的手不離心 我和我在你的手心上 我要專心來愛你 我要一心跟隨你 無論早與何時 你手牽著我 我最想你的心 總讓我曾跌到軟弱的手不離心 我擁抱我 在你的懷裡 耶穌我們要謝謝你 主啊 等我們來到你面前 更多更多的讚美你 耶穌謝謝你 主啊 你的愛來擁抱我們 一起來 communication 對不起 你的愛你 你是冰冷索 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神 是我索的靠地 你是我的神 是我索的靠地 你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你的你 主要是你手牽着我做相遇的心意 总让我曾跌到软弱的手不定起 我活在你手心上 我要穿起来爱你 我要一心跟随你 无论早已可是你手牵着我做相遇的心意 总让我曾跌到软弱的手不定起 我拥抱我在你的怀里 我要站起来爱你 我要一心跟随你 无论早已可是你手牵着我做相遇的心意 总让我曾跌到软弱的手不定起 我拥抱我在你手牌里 我要转心来爱你 我要一心跟随你 主要以为我转心爱你 总让我曾跌到软弱的手不定起 我拥抱我在你的怀里 谁要拥抱你 拥抱我在你的怀里 谁要拥抱你 拥抱我在你的怀里 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拥抱了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前 要来赞美你 谢谢你帮我们捧在手心上 Hallelujah 我们要谢谢你 我们将最棒最棒的赞美 献给我们的神 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主啊 求你亲自来保守 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啊 就像这首诗歌说的 主啊 我要一心一意的来跟随我 一心一意的来在神的面前 更多更多的敬拜以及赞美 Hallelujah 我们要谢谢你 亲爱的耶稣 在今天 主啊 进入到11月了 11月就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季节 主啊 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 数算你的爱 谢谢耶稣 你是现实的神 你一步一步的带领弟兄姐妹 封酱 红�ouncer 啦 瑞 Wiki 封筹 风浩ィ猿하겠습니다 �辱師 安爆 情练都盛争 一心一意的 upbringing 從未讀 你愛我 認識我 永遠不變地去 這一生 總是重複 一步有一步 只是冷天之路 你愛 你是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有一步 只是徬徨之路 你愛 你是 承命我走著人生路 親愛的耶穌 我們要謝謝你 你的愛 你的手 牽引我們做人生的保護 你要感謝你 你是我的主力 引我走著你的 看生活體力 你的心裡在保護 萬人從未讀 你愛我 認識我 永遠不改變 永遠不改變 這一生 總是重複 一步有一步 只是冷天之路 你愛 你是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有一步 只是盼望之路 你愛 你是 緊揚 我走著海上 你愛 你是 整個人的心裡 你 有一步 有一步 只是暗天之路 只为了谢谢你的手 将我紧紧遮住 你不要离开 只是看望住 你不要离开 只为我走着很深入 Hallelujah 这时刻邀请这首姐妹 你有想到你要跟神说什么吗 你有没有这一路走来 从碎手到碎眼中 你要向神述说什么太恩的事吗 这时刻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上帝要来带领你 让那你回想 他一路怎么样带领你 你一路走来 这个路径都立满了池油 你跟神说 耶稣我要谢谢你 这时刻就是感恩的时刻 好不好 邀请弟兄姐妹 你开口上神来赞美 上神来感谢 我们同神开口 一起来一起 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主啊 不要在你面前 谢谢上帝 谢谢赞美主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救主 主啊 谢谢你 虽然会有困难 虽然会有危险 虽然会有困境 主啊 但是当我们到够的时候 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 神就为我们投开了一切 主啊 我们要在你面前 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 承认我们的微笑 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何等的软弱 但是主耶稣 因为有你的陪伴 主啊 我们就不再害怕 主啊 因为有你的陪伴 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 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这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日子 主啊 让我们抬起头来 向你献上感恩 向你献上赞美的时候 主啊 我们的心里面 补助的涌流出来 那个喜乐 充满更多更多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耶稣 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可以更多更多的来认识你 耶稣 我们要将他新的一年 更多更多的羁绊在美你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轻轻抓住 耶稣 我们要在你面前 我赞美你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你爱你手 一步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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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恩典之路 耶稣 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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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手 请你爱你手 请我走着人生路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对我的爱 温暖像阳光 温暖像真心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对我的爱 用一生来回忆 你用一生来回忆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对我的爱 温暖像阳光 温暖像真心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对我的爱 用一生来回忆 来回忆你的爱 用一生 用一生来回忆 你的爱 用一生来回忆 你的爱 耶稣我们要用一生来回忆 你对我们的爱 主要藏不住 主要你对我们的爱 深藏不住 耶稣我们要谢谢你 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 完全的献给你 谢谢耶稣进度 你亲自听见我们祷告呼求 你喜爱我们的敬拜 喜爱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 主啊 毫无保留的 完全献上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宝贵圣明祈祷 阿们 感谢神 我们继续用使徒信经 来最为我们信仰的告白 请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欧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 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是攻读圣经的时刻 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圣经的部分是在 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二十一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念 从第十二节开始 预备来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了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本周的背诵经文就是在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 那我们一起来念 请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了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感谢神 神所赐给我们的 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本周的主题就是 有力量就不惧怕 那我们将以向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牧师 姐妹平安 今天要来看以福所书 第三章的后半部分 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最后我们有读到 最后两个字 是哪两个字呢 阿们 所以表示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祷告 那这个祷告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请你稍微翻一下 以福所书的圣经 你这个祷告是从哪里开始的 你觉得 你有找到它开始的地方吗 其实当你在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是从这里开始 不对不对 应该从更前面 这个祷告就开始了 所以常常很多人在看以福所书的时候 会觉得其实整个 第一章到第三章 这整个内容 它好像是保罗对基督徒的教导 保罗透过里面的信息 在告诉收信的人说 作为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 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是多么的贵重 多么的有价值 多么的棒 他告诉人关于这件事情 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好像是在同时又是在祷告 所以以福所书 从这封信就会看见 保罗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子 他一方面他很希望告诉这些 初信的基督徒 告诉他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何等有价值 然后当他一边在说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 他也同时在神的面前 为了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活得更像基督徒 可以活得更像神的儿女 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所以他在一开始 第一章 他就先为他们基督徒的身份 向神感恩 接着他求神 让他们可以真的认识神 让每一个信主的人 可以真的认识神的恩招 有何等指望 圣徒中得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神向他们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保罗接着也继续为他们祷告 祈求每一个基督徒 过去信主以后的生命 过去像是活在那个必死的生命 那个死亡的风俗里面 但是现在信了主以后 应该要开始活着了 保罗为他们祷告 你们要活得像是神手中的工作 这个工作的意思就是杰作 神手中的杰作 你应该真正的活着 既然你已经信主了 你不要像过去一样半死不活 或者活着好像是死的 你应该要真正的活着 然后保罗接下来讲到合一 讲到说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 不再隔绝 人的生命不再活在一个自己的孤岛里面 不再跟别人没有关系 不再跟别人彼此为仇 而是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 所有的人都进到神的国度当中 这就是保罗他所领受的福音的奥秘 就是外邦人也要同归于义 也要进到这个基督的家中 这个祷告好不好 很好 对不对 你有为基督徒 你有为身边的基督徒 做过这样子的祷告吗 可能你大部分的祷告 比较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或是旁边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小家里面 可能旁边的人 他可能为了工作祷告 或者是为了他最近身体不舒服 我们常常 比较多时候是为了这样的事情祷告 但是当我们开始进到以夫所书 我们开始学习当中的信息的时候 这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学到 要为身边的基督徒 做这样子的祷告 好不好 所以因为今天第三章 已经阿门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然后让我们有花一分钟 好不好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开口为了你所认识的基督徒 甚至你不认识的基督徒 就这些事情来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二三 一备 亲 亲爱的天父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 我们为了在全地 你所有的儿女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赐下这样子美好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可以认识你 主 谢谢你 主 你赐下各样属天的这样子的丰富 这样子的应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 叫我们认识 主 主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是何等的有价值 孩子 为了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认识你来祷告 为了每一个基督徒 在你的里面 可以明白他们的生命 是你所造的 是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主 主 愿你更多地向我们显明 主 你也帮助我们的生命 主 帮助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主 叫我们不再隔绝 叫我们的生命 不再活在各样的仇恨当中 不再活在各样的那样子 自己的隔绝当中 不再活在那冷漠当中 帮助我们进到你的福音里面 主 帮助我们身上带着你的福音 带着你福音的能力 绝肃 谢谢你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今天早晨 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敬拜你的同时 主 我们也要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为了所有的基督徒 为了所有的你的儿女 为了在全地 所有仰望你名的人 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主 因为这是你心里所喜悦的事情 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不单单是为了求我们自己的好处 主 我们更是要进到你的心意当中 主 所以今天早晨 感谢你 将这段信息赐给我们 今天早晨 求你再次的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朵 主 叫我们可以听见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要常常为基督徒来祷告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这个地上神的儿女们被兴起 当基督徒们活得越来越像神的儿女的时候 这地上就如同 这上是神的国就临到这地上 你的身边就像是神的国度 就已经在地上掌权一样 接下来在第三章的最后面 在这个祷告的最后的一个段落 保罗他为了什么事情祷告呢 当保罗他为了前面事情感恩 当保罗教导了中间这些事情 最后的最后 保罗祷告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为了心理的力量来祷告 在经文里面我们提到说 保罗说 我求神让你们心理的力量 可以刚强起来 而且经文继续讲到说 求神可以按照你们心理的 在你们心理运行的那个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保罗他祷告什么 他祷告 求神让基督徒可以有力量 为什么保罗需要这样子祷告 表示基督徒 一信主就会很有力量吗 不一定的 表示保罗知道说 基督徒不是一信主就很有力量的 常常信了主以后 我们还是软弱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 有力量吗 如果你觉得你蛮有力量的 请举手 如果你觉得你力量只有一半的 你可以举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你力量只有三分之一 你可以举这样子 你觉得你现在力量是多少呢 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吧 好 谢谢 请放下 但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力量这件事情 你有想过吗 许多时候 我们好像 有点习惯没有力量的状态 我们就告诉自己说 哎呀 没关系啦 旁边的人也是这样子 我没有力量他也没有力量 我们就一起没有力量吧 可是这样子 这样子基督徒不是有点可怜 而且跟保罗 他前面的教导不一样 跟以弗所出前面的教导不一样 前面明明讲说 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 大有荣耀 大有能力 大有盼望的生命 可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就觉得哇 超棒的 可是圣经合起来以后 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变成两面人 我们很容易过个很分裂的生活 所以保罗要为每一个基督徒 听见这些信息的 知道你的身份是何等归众的基督徒 保罗要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力量 把这个身份活出来 有这个力量活在这世上 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 一个人的生命一信主 但是却没有力量的时候 常常会感觉到什么呢 常常会感觉到恐惧 常常会感觉到什么 常会感觉到疑惑 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就是很沮丧的意思 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 保罗正在被监禁的状态 所以他们可能收到这封信 觉得里面写得很荣耀 可是保罗 你正在被关 保罗你自己好像有点惨 难道信足久了以后 都会跟你一样惨吗 所以心里就会软弱 弟兄姐妹 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落入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看到 看到眼前的一些逼迫 或是你生活当中 一些事情的不顺利 你工作上的不顺利 你感情上的不顺利 或者是你身体的一些疾病 或者是你人际关系上面 遭遇到的一些挫折 这些事情常常都让我们觉得 自己好像会很沮丧 会丧胆 会觉得害怕再往前跨一步 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在服侍当中受伤了 你就变得不敢服侍了 后来有服侍来找你 说不用不用 不好 别人他先他先 我已经服侍过一次了 我现在已经 那个没有 我已经把我力量用尽了 我现在需要再充电 我服侍一次 我需要充电十年 你会发现 有时候 今天有生命的 落入这样子的状态 没有力量 对不对 没有力量的状态 而且常常会感觉到疑惑 觉得对神的心意 感觉到不确定 就觉得很胆怯 觉得说神 到底是要怎么样 觉得对未来很彷徨 我们不知道你生命的方向感在哪里 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 所以怎么样有力量呢 在经文里面 保罗接着开始祷告 他说怎么样可以叫这些基督徒有力量呢 保罗为我们的祷告是 借着神的灵 借着圣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心 住在我们心里 然后当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 祂的爱多么大 多么常过高深 明白了基督的爱以后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力量 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有力量不是靠你自己来的 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 所有努力过的人都知道 靠自己的力量想要 靠自己的努力想要一直有力量 是不太可能的 总是有时候反而会落入更大的低潮 更大的软弱当中 唯有靠着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 圣灵帮助你可以认识神 圣灵帮助你可以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然后因着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因着耶稣爱你 然后你才会开始有力量 这里常常讲到一个心里 使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心里的力量 其实它原本的意思 是指心里的人 叫你心里的那个人刚强起来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人 有人说许多人虽然是成年人的 可是里面还像是一个小孩 所以常常会闹脾气 常常会觉得很软弱 常常还是会想要耍一些任性 但是里面的那个人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又觉得很孤单 又觉得很脆弱 就很没有力量 所以保罗说 到底基督徒怎么样有力量呢 就是你里面不要只有你自己这个人 而是要借着圣灵 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你里面变成不是只有住着你自己 而是你跟耶稣 你跟耶稣在你的里面 你里面有你跟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有力量 而且你的里面 你跟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谈恋爱 就是耶稣很爱你 在你的心里面 感觉到耶稣很爱你的时候 你就会很有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 明白耶稣的爱 对你 对我来说 都很重要 我记得 我 这礼拜我 刚好有一天 我就睡不太早 我就 听了一个讲道 然后听完那个讲道以后 我就觉得上帝 他就忽然 就对我说话 就对我说 主耶稣就对我说 你需要 明白我有多爱你 耶稣就对我说 你需要明白我有多爱你 当下我就感受到 一个很深的提醒 就发现 对耶 我虽然已经信主很久了 虽然我也在全职服侍 但是我并没有 用很多的时间 用很多的专注在 认识耶稣有多爱我 这件事情上面 可是圣诞节要来了 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就是耶稣为爱降生吗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要告诉你 他有多爱你 耶稣来到世上 是为了告诉你 他有多爱你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吗 我想要替耶稣再对你们说这句话 在我领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然后隔两天 我跟两位同工约了要一起祷告 在这之前我就觉得 神就感动我说 这个信息不是只要给你的 也是要你对你的同工说 所以我就对他们说 耶稣想要让你知道 他非常爱你 他希望你知道他有多爱你 所以我今天也要向站着的各位说 耶稣希望他知道 希望你知道他有多爱你 我请信主五年以上的继续站着 好 让你们再听一次 耶稣希望你知道他有多爱你 也希望你继续的认识他有多爱你 我请认识信主十年以上的继续站着 好 蛮多的 已经十年过去了 耶稣在你身上的爱 有越来越加深吗 耶稣希望你知道他非常的爱你 最后我请认识信主 二十年以上的继续站着好吗 好 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 也帮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希望你知道 好 请两边也跟他说 耶稣希望你知道 耶稣很爱你 耶稣很爱你 好 弟兄姐妹请坐 当我跟同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两个同工里面有一个同工 他其实我没有讲很多 就觉得说 我就有一个感动要对他说这句话 结果他就开始流眼泪了 就是神就在对他的心说话 我就发现真的确实许多时候 特别是你在服事的人 我们很辛苦 我们做了很多 或是很忙碌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 好像稍稍的会不小心离开了 那个跟神那个爱的关系 就没有去听 神其实每天早上 你还没醒来的时候 他就在等着你 诶 醒了没 然后呢 那个期待表情是做什么 你知道我女儿有时候都早上 就很早就起来 然后就在旁边这样子 爸爸 该起床啦 那个表情是什么 就是他很期待看到我 他很期待我可以醒来 跟他互动进到那个相爱的关系里面 同样的神也是这样子 神很希望你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就很期待告诉你说 诶 今天我也很爱你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要用今天所有的时间来 经历一下我有多爱你 明白神的爱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都用哪些的方式 来了解跟感受耶稣对你的爱呢 透过哪些方式呢 有透过诗歌的吗 有吗 有人透过诗歌的 今天早上刚好 我们主里 在我们敬拜的诗歌里面 都提到什么 都提到神的爱 这一定是神在我们当中 做那个合一的工作 让我们去思想神的爱 有时候我们了解神的爱 爱是透过读经的时候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看见里面所写的所有的事情 你就觉得哇 神就透过那个经文告诉你 祂好爱你 就在当中感觉到神很爱你 有时候你感觉到神很爱你 是因为旁边的人给你一个 温暖的咖啡或是一个浓汤 我们感恩节 现在有一个感恩的浓汤 的一个活动 就是透过这样 有时候神透过身边的人 温暖你的心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这不单单是他对我的爱 也是耶稣对我的爱 许许多多的事情 让我们感受到神对你的爱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需要找到一些方式 你需要找到一些方法 去感受耶稣对你的爱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可能一整天 一下子就过去了 常常我们一整天的作息的感受是这样子 就早上起来 要去工作了 或是又要去上课了 然后一整天下来就觉得 很累了 我想要睡觉了 一天结束 当中有没有任何耶稣的爱呢 没有 当中就这样子 时间就过去了 然后忽然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明天又要去教会做礼拜了 今天我要好好的感受 耶稣对我的爱 但是耶稣的爱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可以去感受到的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 没有感受到 是因为我们觉得足够了 保罗说什么 他在菲利比书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的 我乃是竭力追求 当我们有时候觉得已经得着了 我已经服侍过了 我已经爱过主了 我已经完全了 我已经觉知信主了 可以了 好像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有的人 他说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不用再谈恋爱了 所以你看到其中的矛盾了吗 就像是这样子 所以信主 我们仍然继续要活在 这耶稣的爱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 所有的时候都没有爱 所有的时候都没有力量 而是我们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是吗 我们有时候有爱 有时候有力量 有时候没有爱 有时候没有力量 可是最尴尬的时候 就是在于 你需要力量的时候 偏偏刚好那时候 就是你没有的时候 那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有力量呢 如果是我们的爱是 我们的爱如果是凭着感觉 就像今天出太阳 神很爱我 今天下雨 感觉不好 今天神不爱我 如果是按着感觉 你就会有时候有力量 有时候没力量 有时候有力量 有时候没力量 今天事情很顺利 好有力量 神都祝福我 今天我的事情不顺利 今天我遭遇很多挫折 然后今天跟我爱的人 吵架了 关系不好了 觉得神不爱我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两个画面 他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心 住在你们里面 这个住的意思是长期居住 而保罗告诉我们 在这个长期居住当中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这里分别用了两个画面 有根的意思是扎根 是你们在爱里面 生命可以扎根 是你的爱 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 你们生命可以像那个房子 可以立下那个很稳定的根基一样 这两个画面 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讲的都是什么呢 讲的都是耶稣要在我们里面 长期居住 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怎么样持续有力量 就是耶稣持续地住下来 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是这个植物 它的根不断在生长 不断在生长 不断在生长 一开始那个根可能浅浅的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不太有力量 你还是会觉得 被很多事情影响 但是若你愿意 每天在生活当中 去感受耶稣对你的爱 去持续认识耶稣有多爱你 那个根就开始往下扎了 那个根就开始再往下 再往下再往下 一个植物的根 越扎越深 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呢 就是风吹雨淋水冲 它都不动摇 不管是干旱的季节 或者是暴风雨的季节 它都不会动摇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力量 不是吗 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当我们感受到 耶稣很爱你的时候 当你每一天活在 耶稣对你的爱里面的时候 这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第十八节接着说 保罗接着祷告说 能以和众生徒一起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朋友姐妹我要再来问你们 你们对耶稣的爱的体会 有多少呢 保罗当保罗想起 耶稣的爱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爱 他除了用一个植物的比喻 建筑物的比喻 他还用了四个字 他想到耶稣的爱的时候 他说耶稣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长阔高深 所以你可能 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向量图 来画画看 我对耶稣的爱的形状 到底是怎么样子 那个长 你对耶稣的爱的那个长久 有多少的认识 多少的体会 这个体会可能只有 只有跟 只有远离过神的人 我觉得远离过 你曾经有远离过神的时候 你可能比较 能够体会 耶稣到底爱你多长久 就像是耶稣所说的 圣经里面 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 里面讲到说 有一个小儿子 有一个大儿子 小儿子跟父亲说 我现在就要你的遗产 然后他就 父亲爱活着 就把遗产领了 然后就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 在外面却 后来以为很快乐 后来却活得很惨 最后觉得 为什么我不回家呢 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画面是 没想到他父亲老远 就在那里 等着他回家 然后并且跑过来拥抱他 表示什么呢 表示父亲每天 都在那里等 父亲相信他有一天 一定会回来 父亲相信有一天 他一定要再次 回到这个家中 这就是神的爱 有多么的长 常常许多人说 我的生命走在旷野里面 我都感觉不到神 可是我们才刚读完 出埃及记 对不对 出埃及记里面 在这出埃及旷野里面的四十年 以色列人是自己 在旷野里面走吗 不是 那个云柱火柱 代表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虽然他们自己做错事 自己要承受在旷野绕纳 那四十年 可是在那四十年里面 神陪他们走 这就是神的爱有多长久 虽然你生命当中 有时候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 导致自己一直在承受 那个不好的结果 但是神陪着你走 这就是神的爱有多长 神的爱有多深呢 神的爱可以触摸到 你生命的最深处 就像是耶稣 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 他去医治那个麻风 大麻风的病人 当时候大麻风的病人 是一种皮肤病 是一种传染病 这样现在大家都要戴口罩 是为什么呢 因为怕被传染嘛 所以很危险的被传染 你得病不治之症 绝对没有人敢摸 一个得了大麻风的人 没有人敢触摸他 连再轻的人 家人都不会触摸他 他没有人触摸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很可怕 全身皮肤都烂烂的 可是耶稣的医治呢 就是去触摸他 透过触摸的方式 也来医治 耶稣大可以用一句话说 你好了 去 就是 回家去吧 平平安的去吧 可是耶稣做了一个选择 是耶稣去摸他 大家说 耶稣 很脏 不要摸他 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子触摸 你生命的深处 那个没有人会去触摸到的地方 甚至你自己都不去触碰的地方 耶稣的爱 尽到 可以尽到你生命当中如此之深 也唯有当你生命当中 被耶稣 触摸到那最深处的时候 你的生命才会感觉到 耶稣的爱 而且并且你会 对神做出回应 不是吗 你的生命才会有个真实的改变 所以保罗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当耶稣的爱触摸到他以后 他生命被大大的改变了 而且不止如此 他生命变得更宽阔了 从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 后来他不止受洗成为基督徒 他还成为什么 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还去让外邦人 原本犹太人敌对的 犹太人鄙视的对象 他去告诉他们说 神也很爱你 你们也回来吧 你们也应该要领受到神的爱 所以基督的爱也同样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也会常常催促你去 跟一些人和好 或者是以前你总是觉得很讨厌 总是觉得很鄙视 总是觉得看不起的人 基督的爱 你会发现 有时候基督的爱带领你 去看见他们生命的不一样 或是让你去和好的时候 你就再次感觉到 基督的爱好宽广 你会发现 对耶 原本我的生命像是什么 原本我的生命像是 总是只有照片 你只有自己自拍 可是呢 开始基督的爱进到你生命当中以后 好像你的手机越来越广角 可以开始拍进那个照片里 可以拍进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开始觉得这些人的生命都很好 都很重要 而且你跟他们在一起 享受那个爱的关系 好棒 好美好 这就是爱的长 长 阔 高呢 高其实是我们常常最难体会的 保罗为什么会说基督的爱多高 我们常常说一件事情 太高 高难度 太难体会了的时候 我们会说一件事情很高 确实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我们很难体会 所以许多时候 当神带领你去做一件你不明白的事情 或是把你放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神不爱你 但是耶稣呢 耶稣来到世上 当他直接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你还记得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吗 他说这个好难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太高了 可是 求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只要按照你的意思 这是耶稣教我们的 当你觉得神的爱难以侧透的时候 你可以做个祷告 还是可以做个祷告 求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成就 神的爱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神的爱有一个方向 神的爱要带你的生命去到一个方向 这世界上其他的爱比起神的爱 都是比较低的 地上的爱是什么 地上的爱 没有办法带你的生命去往得救 不会带你的生命去到变得更好 地上的爱常常让人 在当中反而伤痕累累 可是神的爱 那个测不透的爱 他要带我们身边去到一个地方是哪里 去到那个高处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回到神的家中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哪里呢 和众生徒一起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这一切的过程都发生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都发生在你跟弟兄姐妹的互动 你试着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 你才会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有人认识这位白头发的老奶奶吗 不认识对不对 因为这位老奶奶呢 她在我们这边建堂完成之前 她就已经过世了 她从教会创会开始就一直在 她从牧师在神学院 我爸爸在神学院的时候 她就是神学院的其中一个教职员 她是一个女的宣教士 她一生都没有结婚 为神守独生 但她年老的阶段 其实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是奶奶了 但是她看起来是很有活力 可是其实呢 她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健康 其实她是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她常常的关节都很肿 她常常身体全身会痛到 半夜睡不着觉 必须要坐在椅子上睡觉 然后她常常 在她生命年老的阶段 大部分的时间 她都在疼痛当中度过 好多的弟兄姐妹 好多的童工都会常常去探访她 不是因为她很可怜 是因为童工很喜欢去探访她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去探访她 明明要为她祷告 可是反而她却说 我要为你祷告 然后被祷告完的人都觉得 哇 好有力量 最美气的人都觉得 好像在她身上感觉到 那个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去探访的人反而被探访 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探访谁 虽然她身体看起来很软弱 但是她身体有没有 她有没有力量你觉得 她好有力量 所有去的人都原本软弱的 都被她鼓励了 所有去的人都被她安慰了 然后离开的时候 明明是去探访了她 离开的时候就觉得 好舒服哦 我好有力量 都回家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 认识基督的爱在教会当中发生 你渴望你的生命 也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吗 一直明白基督的爱 而生命当中满出来这个力量 当你越认识基督的爱的时候 你就会像保罗说这句话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度的 这爱我是在无法理解 这同时它也表示什么 表示理解不完 表示认识不完 保罗要说的是 原来我对耶稣的爱认识还不够 弟兄姐妹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紧紧抓住的 当我们尝到耶稣的爱是何等甜美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不是已经足够了 而是我想要认识更多 主耶稣我想要认识更多你的爱 我们应该常常这样子祷告 像耶稣祷告 耶稣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你的爱 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 为什么这个爱会是力量的答案呢 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 神他可以就是给你很大的力气就好了 圣经里面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忽然变得力气很大的人 也有啊 可是保罗的祷告里 当保罗要为基督徒有力量来祷告的时候 他却是先为了基督徒人里面 可以有基督的爱 来祷告 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表示我们要接着看 力量要怎么用是很重要的 所谓没有力量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 你所关注的事情不顺利 你想解决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会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完成 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 可是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 当爱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力量 而且力量怎么用才会成就一切 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个教导 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只有力量没有爱会怎么样 他说我若能够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把样 哐 很热闹 结束 没了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并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有没有很厉害 很强对不对 移山 可以行说的神迹 可以知道所有的奥秘 所有的人都会很崇拜你 所有的人都会想要亲近你 可是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保罗讲到很多很厉害的事情 可是却没有爱 他就说 若是没有爱 力量就算不得什么 若是没有爱 你知道只有力量会怎么样吗 就是那个力量就毁灭身边所有的事情 那个力量就会让你觉得越来越孤单 那力量会让你的生命变成沙漠 但是只有爱在你的生命当中 它成为你力量的源头 成为你的动机 你有想过吗 当一个人的里面被爱充满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旁边的人为什么会发现 因为觉得 他很有活力 对不对 就是他生命就是有一种 很有活力 然后什么事情都很想要做的感觉 爱就是这样子 当基督的爱在你里面 为什么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因为那个爱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很想要做些什么 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很想要为他做一点什么 当你很爱耶稣的时候 你就很想要为耶稣做一些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呼召 弟兄姐妹 那就是你的呼召 怎么找到你的呼召 就是你很爱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去想 我好爱耶稣基督 我想为他做些什么 你开始在里面做各种尝试 你就会找到你的呼召 并且神的就会在当中会成就 会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你会发现 原本我不觉得我能力可以做到的 可是我只是一直在这个 跟基督很相爱的这个感受里面 一直往前进 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 哇 没想到这些是我做的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因为那个不是你 那是因为那是你的爱 你想要成全这些事情 所以成就一切到底是成就什么呢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会 误用刚刚那节经文 有一年我过年的时候 也抽到那节经文 就觉得哇 好棒哦 照着心里的力量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好像今年会心想事成 可是当我进到这段经文里面 去看的时候 发现其实这个成就一切是什么呢 当基督的爱在你里面 当耶稣告诉你 他很爱你的时候 你想要成就的一切是什么 是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 也是一切耶稣来到世上 所要成就的事情 就是神的教会 就是神的荣耀 要在这全地被看见 被彰显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成就一切 不是满足我小小的愿望而已 当那个爱在你的里面 你会发现 原来我对原本的力量的看法是错的 原来我对成就的看法是错的 那个爱要成就一切是 当我很爱耶稣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会不断地发出来 保罗因着爱耶稣 他就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要让外邦人知道 这份福音也是神要给他们 他要让外邦人知道 所有没信主的人知道 神也很爱他们 于是他踏上这个福音的旅途 他在当中被抓去监狱的次数很多 有次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被抓了 结果他们 他觉得 他因为是爱神所做的 他一直很爱神 所以他在监狱里唱歌 有姐妹能够在监狱里唱歌的人 一定不是觉得很沮丧 一定不是觉得很害怕 一定不是觉得自己很疑惑的人 你会发现这个爱赶走了 刚刚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心情 当人在爱里面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还是想要唱歌 所以他们在监狱里面 哇 我为主被求 我要唱歌 他们就继续地赞美神 唱到监狱的地大震动 锁链都松开了 然后他们应该可以跑出去 然后监狱的士兵 以为他们已经跑出去了 他想说 我要拔刀自杀 因为我迟早会因为尸子被处死 他们就阻止了他 说你不要这样子 我们没有跑 然后他就接他们回家 他就向他传福音 这个人全家就因此信了神 神的爱就是这样子 不断地不断地流出去 不断不断在保罗的服事当中 他不断地成就一切 保罗为什么他会后来还会继续背求 其实他可以不用背求 他已经可以释放了 可是他说 我就是要上告凯撒 我要告到君王那里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向外邦人传福音 不只向外邦的平民 更像君王传福音 神的爱在保罗的里面 让他成为个这么有力量的人 神的爱同样在你里面也会这样子 使你生命不会被监牢困住 使你的生命可以勇敢地在人的面前 放胆讲论关于神的事情 在过程当中保罗的船 差点就是坏掉好几次 可是他带全船的人依靠神 全船的人都得救 他们漂流到个小岛的时候 保罗的手被毒蛇咬了 应该是必死的 还是神 那个力量还是在他里面 他没有死 当地的土著都来拜他 说你是神 你是神 他说我不是神 只有一位神 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 保罗的生命因着对神的爱 所以他写这个以福所书的时候 他是在被监禁的状态 他这封信叫做监狱书信 监狱书信有好几封 表示他在被困住的状态 他还持续地关心好几个教会 还持续地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因着因为神的爱啊 充满在他的里面 因为他知道神有多爱他 耶稣基督有多爱他 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 这也是今天耶稣要对你说的 你要知道耶稣有多爱你 耶稣希望你知道他好爱好爱你 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台上预备 最后讲一个电影的小故事 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应该看过对不对 就是《复仇者联盟》第四集 里面的这个钢铁人的角色呢 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英雄 可是最后呢 他牺牲了自己 在这个电影里面 大家最喜欢的一段 一个桥段 最后最喜欢的台词 就是这个 I love you 3000 我爱你3000 这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钢铁人 他跟他女儿的对话 有天晚上他们在睡觉的时候 红女儿睡觉 就跟他说爸爸很爱你 然后女儿也说我也很爱你 爸爸接着说我爱你更多 女儿说我爱你才多 爸爸说我爱你100 他说我爱你200 我爱你300 我爱你400 最后女儿说我爱你3000 有没有很多 跟前面你爱上帝多少呢 今天主耶稣 也要来到你面前 祂也是对你说 祂爱你3000 这么多 请竹林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用接下来这首诗歌 来回应神 你可以在接下来这首诗歌 当中来祷告 你也可以在这首诗歌当中 跟着这首诗歌来唱 来对神说 你的爱 来求神 将祂的爱更多的浇灌在你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虽然对跨象——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虽然对跨象——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虚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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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虚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關顧妳的愛 引領我 當路我們親親 我們將我們一生的心給我們一生 主要我們要說我們要離開妳 也算我們要謝謝妳的親愛 我隨意面對困難 卻不散乱 因妳是我心長的相平安 我隨意遭遇困難 卻不絕望 因妳將我高舉在盤石上 我隨意心裡失眠 仍有盼望 妳連我的必須 給我力量 我隨意面對困難 心人真誠 以妳自殺生命 是我心的勇敢 以妳我的心 私自殺生 我心的勇敢 生命救出 我心給我靠近 引頒我照顧 这我已藏在秘密处 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 我要依靠你 我是依靠你 父母救助 虽然若无力 是你的主 圣灵啊 请你来 主啊 请你圣灵来充满你 你说我们要谢谢你 爱因你我 我是依靠你 圣灵救助 圣灵我抗起 引导我照顾 将我依藏在你秘密处 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 主啊 求你使我生命的坚固 我心里帮你 主啊 我要在你面前 我教主 圣灵若无力 是你帮助 因为知道已是何能的爱我 不敢见放爱 圣灵要谢谢你 圣灵的坚固 圣灵的坚固 主啊 谢谢你的爱唤醒我们 主 叫我们知道 主 我们原来的被造 就是为了要回应你的爱 主 我们的生命 就是为了要来到你面前 来回应你的爱 所以今天早晨 求你的爱再次来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眼光 主 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 主啊 叫我们有个不同的选择 叫我们可以勇敢 有力量的来回应你 主啊 叫我们的生命活着 让人看见耶稣基督你的爱 让人看见耶稣基督 你对这世界的爱 主 耶稣 谢谢你 主 要谢谢你 主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世界交给死亏 感谢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让我们在十一月美好的早晨 能够在这里敬拜祂 让我们接下来用奉献 再次来敬拜祂 格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写到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陷冲 是的 我们奉献 是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 我们奉献也是对祂的感谢 要请您再次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同来唱奉献的诗歌 让我们再次来感谢耶稣 感谢祂那极深极大的爱 唱奉献 一心 以为爱今生 感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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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爱今生 来到我们当中的请您举个手 让我们看见是否今天有新朋友呢 今天没有 对不对 我要请各位兄姐妹我们先前后张望一下 虽然台上的讲员不用戴口罩 我们在台下仍然戴着口罩 要请您 待会我们三会后可以彼此问安 彼此祝福 感谢神 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第一门课完成了 新约中南课程 一共有七位学员上课有三位同学完成整个课程 而且他们全勤 很不容易在主日会后 他们真的是献上他们的时间 来做这么棒的学习 我们也愿神继续带领这些学员们 继续装备他们 让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 也愿他们的生命 因着渴慕神的话语 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 带导部分 请为着我们教会的整个十二月的活动来带导 求神保守我们的每一场服事 跟每一个团队 都能够有合一跟爱主的灵 也求神带领每一位参加者 让我们不论是服侍者 或者是我们要邀请的人 都能够被神的爱来感动 服侍者是最棒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手先尝到主恩的滋味 而那些被我们邀请的朋友 愿他们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享主的爱 下期部分 我们教会的玩岛会在近期 玩岛会的主题是神圣的忙碌 每一天我们在工作 在家庭当中 有许多的事情都需要忙碌 但你希望能够享受一个勤奋工作 又得安息的生活吗 欢迎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十分 一起来到教会参加玩岛会 那玩岛会的地点是在我们三楼 三零二教室 教会在整个十一月我们推出了一个暖暖感温浓汤活动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叫我们的感谢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同事身边 这个感恩浓汤包呢 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浓汤包 能够温暖它的肉体 然后透过那一张感恩小卡 温暖它的心灵 关键来了 在小卡的背后还有我们圣诞节的资讯 愿它不只是被我们的感谢而感动 而是被神来吸引 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认识这一份永远都不会不见的爱 那雅清玲如果您想要参加的话 可以开始登记 我们在21号那一天呢 是最后的登记跟缴费期限 那当天也是领取礼物报的时间 那我们今年呢 不是由教会同工配送哦 而是由您亲自来送达 欢迎您来登记 我们所有费用只有50元 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若您在宣教周有领取宣教铺满的 请在11月28号以前缴回 以便我们统计整个奉献的收入 我们会将奉献收入分为三等份 第一等份就是我们会奉献给来的拆会 第二份就是会奉献给我们 长期在祷告跟守望跟支持的 沙利宣教士 第三部分呢 答案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基金 那记得28号以前 方便我们的同工来合计合算 以及汇款给这一些拆会跟宣教士 以上是上周的奉献明细 上周的奉献明细比较多 所以我们投影片上有两张 第一张是十一奉献以及建堂奉献 接下来第二张 还有我们的感恩及其他奉献 那您的宣教奉献 我们儿童主日学呢 他们的宣教铺满是以一个单位 那个人的宣教奉献 若您缴回来的铺满上 有登记名字 我们会单独登记您的名字 或者是您的奉献编号 那如果您不具名的话 我们就会把整个奉献铺满 以一个名字来登记 邀请您再次从最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同来唱圣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十斌牧师为我们祝导 我们依然站立低头来领受祝导 愿神按着祂运行在你心里的这份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你们所求所想 又愿所有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 都得恩惠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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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